在玉里有30到40台计程车 过去以往车站前计程车排班 可以停到加油站 现在只能够停15台车 玉里正平代表吴新闻 他希望玉里正公所协调其他相关局处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给计程车业者该有的权利 玉里正总共有30到40台的计程车 过去以往车站前计程车排班 是可以停到加油站 现在只能停15台左右的计程车 玉里正平代表吴新闻也希望 玉里正公所协调其他相关处 来协调跟解决 还给计程车业者该有的权利 原来的恢复计程车专用道 或者扩张你这里减少 那边后面增加 我想计程车业者是不是也可以接受这个部分 也可以 因为你原来那里就是计程车专用道 可是你现在划设了线体30分钟 它是常态性 我观察了很多次 因为我都经过嘛 那那个地方都是常态性 很长的时间停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一并解决 我不晓得这车这样可不可以接受 因为两边都是对于交 这个能流的计数是有帮助 玉里正计程车司机 近期也都向他反映 目前只能停15台真的非常的车井 其他同业会互相竞争 遇到淡季就会非常难载到客人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玉里正计程车业的权利 恢复到过去可以停到车站不进的加油站 记者高雄双玉里正采访报道